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发布的按制程和代工划分的智慧型手机APSOC长期出货量预测报告显示, 经历了两年的大幅下滑之后,智慧型手机半导体市场有望迎来转机, 预计2024年,智慧型手机应用处理器的出货量将同比反弹9%。 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旗舰晶片将从5nm、4nm晶片转向3nm晶片, 以及高阶和超高阶智慧型手机市场的预期增长。 从长远来看,台积电将成为该领域的代工受益者。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代工和半导体360研究服务部门的副总监Brady One表示, 由于所有增长都来自先进制程,这对台积电的长期发展是利好的, 随着人工智慧晶片的激增,短期前景看起来更加光明。 支持先进制程增长的将是5nm、4nm制程。 随着新兴市场的增长,消费者意识的提高, 以及5G作为一项功能与不断扩展的网络覆盖相辅相成,而需求上升。 该制程有望成为另一个长期的主流制程, 因为智慧型手机原始设备制造商, 正将其更多产品组合转向入门及5G。 Counterpoint半导体360研究服务的资深分析师Paul Sharma说, 对于无精元厂的公司来说, 联发科和高通都将成为4G到5G转型的最大赢家, 这对联发科来说是一个利用其优势领域的机会。 但他们仍然预计高通将主导到2025年, 届时它将占据5nm、4nm市场份额的近50%。 中芯国际在7nm、6nm领域的影响力将会增加, 但由于身子外、DUV设备禁令影响及进展, 在转向更先进的制程方面可能会面临挑战。 台积电2nm制程晶片仍然遥不可及, 但随着苹果iPhone18系列的推出, 预计将在2026年出现。 另据日经亚洲报道, 鉴于人工智慧市场对于精元代工的旺盛需求, 台积电可能将会提高其代工的价格。 报道称,台积电新任董事长魏哲嘉近日曾向记者表示, 他确实向灰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抱怨过他的产品太贵了。 他认为这些产品确实很有价值, 但他也在考虑向他展示他们的价值。 近期,灰达的市值一度突破了3兆美元, 超过了苹果公司, 成为了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二大市值上市公司。 但是,灰达的AI晶片几乎全部都是交由台积电代工, 包括其最新的Blackwell GPU。 可以说,灰达AI晶片的成功, 以及业绩的大涨, 也得益于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技术的加持和产能安排上的支持。 现在,台积电可能希望从灰达拿下的人工智慧市场大蛋糕分得一杯羹。 魏哲嘉的最新言论似乎暗示其将对灰达进行涨价。 他说,任何住在家里的人都可以想出这个策略。 目前,台积电正面临台湾调涨电价以及通膨所带来的成本上涨问题。 魏哲嘉表示, 他们希望他们的客户能与他们分担一些更高的成本, 他们已经开始与客户进行讨论。 台积电后来试图淡化考虑对挥达涨价的问题。 台积电告诉台湾媒体, 其定价一直是以战略为导向, 而不是以机会为导向。 业界人士分析, 台积电不是一家会随便涨价的公司, 反应价值无法直接和涨价划上等号。 即便该公司掌握先进制程领先优势, 要对客户反应, 价值也有多种方式。 汇达执行长黄仁勋似乎认为台积电应该对客户提高价格。 他在Computex2024上表示, 台积电这家晶片制造商的晶圆和服务价格太低, 台积电对世界和科技行业的贡献在其财务业绩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黄仁勋补充道, 提价与他们提供的价值是一致的。 他很高兴看到他们取得成功。 黄仁勋还表示, 台积电仍在研究未来需要多少晶圆厂才能满足人工智慧相关硬体的需求。 OpenAI的执行长Sam Altman也声称, 还需要几十个晶圆厂, 这太激进了, 他不敢相信。 黄仁勋说道, 分析师摩根·士丹利认为, 如果台积电真的提高了价格, 回答接受了价格, 其他人工智慧客户可能也很快将会发现, 自己也将为晶片支付了更多的费用。 今年4月, 台积电还曾警告称, 其中在台湾以外生产的微晶片, 包括在美国生产的晶片, 将会面临更高的制造成本, 这些成本将转嫁给中端客户。 眼下正在量产的台积电三奈米家族, 主要订单来源包括苹果、高通、 辉达、超微等四大客户。 台积电三奈米家族成员, 包含N3、N3E及N3P, 以及N3X、N3A等, 既有N3技术持续升级之际, N3E在去年第四季量产瞄准, AI加速器、高阶智慧手机、 饲料中心等应用所需。 N3P则预定今年下半年量产, 后续估将成为2026年行动装置、 消费产品、基地台、 乃至网通等主流应用。 N3X、N3A则是为高速运算、 车用客户等客制化打造。 一级认为, 在客户抢着预定产能下, 台积三奈米家族产能持续吃紧, 将成为近二年常态。 由于今、明年三奈米家族产能都已被客户包下, 台积电今年规划相关产能较去年增加三倍, 仍不够用。 为确保未来两年生产供货无余, 公司陆续祭出多项措施来扩充更多产能, 先前已与法术会预告, 鉴于强劲的需求, 公司策略是转换部分无奈米设备来支援三奈米产能。 业界专家预计, 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 台积电三奈米家族的总产能将持续拉升。 据估算, 月产能有望提升至12万片至18万片, 以满足全球市场对高效能晶片的迫切需求。 AI伺服器,高速运算, HPC应用与高阶智慧型手机AI化催动半导体含锡量持续增加。 苹果、高通、辉达、NVIDIA与超微、AMD等四大厂船 大举包下台积电三奈米家族制成产能, 并涌现客户排队潮, 一路排到2026年。 另外,英特尔也已将其Runel Lake系列中央处理器、 绘图处理器以及高速IO晶片等主流消费性平台 全系列晶片委托给台积电进行三奈米量产。 这一决定标志着英特尔首次将如此大规模的晶片生产 交由台积电代工, 进一步巩固了台积电在三奈米制成领域的领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今年的iPhone 16新机将首次搭载A18系列处理器, 有望是第一只具备AI功能的iPhone, 有助激发果粉吸一波换机潮。 一般预料, 今年iPhone 16系列新机备货量, 有望年增5%, 达9200万至9500万只。 台积电为新机A系列处理器独家供应商, 相关订单将成为三奈米家族的最大出海口。 同时, 最新的笔电自研晶片M4也将同步投入使用。 这两款核心晶片均计划于第二季度在台积电进行三奈米生产, 这无疑为台积电带来了重大的生产订单。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